哎呀 今天收到那支筷帝 那支他送把梳給我 他就說他送把梳給我 是什麼樣 所以做什麼樣 送你梳給我 來 做兩碗 我這樣嗎 應該是 稍微這樣 想把你的頭髮塞回來 哦 這樣 這是什麼呢 你也帶給你 你看一下 有的 不是綠色 我要是綠色 我就不敢戴 外照 外照 這是什麼 你幫我看 打開看一下 哦 字字文件 廣西一丹一坊三 茶子油 有限公司 對呀 你看下想不想 剛進去他送這個東西給我 我看有什麼用 我都沒有頭髮還送這個東西給我 拿點 拿著 拿 你看 你收一下看 可不可以用 那我問一下他 這個是那個網友送的 你好 光哥 小溪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光哥 哦 你送給我的這個書子 我已經收到了 我都沒頭髮 你們送個書子過來 看 那這樣呢 我想用 我是這樣想的 要用的話 我們就用強烤 然後呢 一起用 這個書子雖然你沒有頭髮 但是它可以疏通毛囊 為什麼會沒有頭髮 它可能是毛囊裡面堵塞的油脂 被堵塞完 梳一下 挺好的 促進血循環 哦 原來是這樣 你家裡面的人也可以用 家裡面的人 任何人都可以用 很好的洗到水 就是每天我都輸幾遍 這樣子 等於我會發一個使用方法給你 就是洗頭的時候 洗第一遍 你就沖掉 第一遍用那個黃色的 黃色名字的 寫著一個幾樣字吧 一天洗一次頭 洗一次分兩遍 第二遍用黑色的 第二遍用黑色的 怎麼沒有聞到什麼香味的 沒有香味的 就是原味 就是這個茶酥的味道 聽我說啊 就是第二遍用黑色的之後呢 不用沖頭 讓這個泡沫 洗髮水 洗髮水流在頭皮上 然後呢 就家裡有那個 冰箱保鮮蛋 就帶上那個冰箱保鮮蛋 然後呢 再包一條保鮮 就插上這個電熱帽 持五到三十分鐘 哦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綠帽是吧 對 那個電熱帽 你首先要先戴一層綠帽 或者是冰箱保鮮蛋 就可以防滴水嘛 哦 先戴一層 然後就插這個電進去是嗎 啊 然後再戴個毛巾比較好 因為這個毛巾 它是可以傳熱量的 然後大概過多少多少天 就出這個頭髮 不是過多少天出頭髮 看情況的 看情況 有些人很快 有些人他要慢一些 就是說前額部分 可能會出不了頭髮 但是頭頂部分 有可能會出頭髮 如果這個毛囊沒有壞 它就會出頭髮 我跟你說啊 就是那種 如果長頭蟹 頭眼毛囊炎的 那種很快就會好了 幾次就好了 這樣 在我們沒有髮質問題的時候 也用這個洗髮水 以後就不會出現 頭髮白髮這種症狀了 哦 不要像您一樣 已經很嚴重了 才去用它 當然 所以家裏面有人也可以用 他們說我這個是 這個是肾虛 他說這個虛了 就脫頭髮 也有人說我這個是 運氣不好 掉髮 沒有的 沒有運氣不好 但運氣沒有關係 可能跟身體因素 你說的這個肾虛 對呀 卸虛 氣虛 都會導致這個脫頭髮的 但是呢 它 無論是任何情況 脫頭髮 它都是跟這個頭皮有關係 所以呢 做一下這個頭皮的養護 還是很好的 好的 就是說 你確定是跟我的運氣沒有關係 是嗎 沒有 我發現 我能感覺到 只要你長出一些頭髮了 你的運氣會大好特好 哦 那更好 那我 馬上我 今天馬上就要試 去年到我們廣西會面遊玩 那時候前面去我們會面西鄉玩一下 好的 拜拜 有空就有了